蔡英文 赖清德 合成图 记者图会刚设政治中心 综合报道2020总统大选攸关台湾未来 民进党与国民党都因总统提名人选难产 以及初选制度争议陷入僵局 两党的总统提名人选 不仅是政论节目的热门话题 台湾民众也睁大眼睛 看两大政党如何以民主 公平的制度推派出2020的总统候选人 相较国民党的多人竞逐 最新消息指出 民进党内的鹰派酝酿在4月10号3的终止会上 提案 延后或终止党内总统初选 从地方党部开始串联召开临时拳戴会 对计直接征召现任总统蔡英文 多位民进党资深党员忧心 频频的动作和放话 已经严重损害民主进步党的形象 如果民进 党打破初选制度 违反核心的民主精神 也有可能会被民众唾弃 甚至用选票教训民进党 民进党的核心人士更直言 不用等终止会通过终止初选或直接征召 只要提案 都是对民进党民主精神和进步价值的一大伤害 甚至可能牵连到立委选情 他强调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 就曾因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旗帜 而引起轩然大波 民进党千万不能重蹈覆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